來 我們來看一下課本的題目 他說這裡有一張圖 這個是個重點 我們未來教天驅車告訴你 我會畫一張天驅圖給你 然後問你所有你曾經學過的事情 這是類似的 來 畫個圖 開始 問 第一個 甲跟乙 有一個高壓有一個低壓 誰高壓誰低壓 甲跟乙 有一個是高壓有一個低壓 看它上面寫的字寫的壓力 你就知道了 請問你誰高壓誰低壓 帥哥美女 二十二 二十二 誰高壓誰低壓 然後呢 請坐 假設低壓以示高壓 假設一千零四變一千變九九六 越往中心氣壓越低 所以是低氣壓中心 以呢 一千零一十二 一千零一十二到一千零二十 越往中心氣壓越高 所以要叫做高氣壓 好 因為你知道誰高壓誰低壓 所以你就會了這一個 第二題 誰上升誰下沉 誰是上升氣流 誰是下沉 中心 誰上升氣流 誰下沉氣流 因為你有知道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應該會 誰是上升氣流 誰是下沉氣流 因為你前面有學過 因為你前面有學過背過 十二號 假上升 以下沉 低氣壓中心是上升氣流 高氣壓中心是下沉氣流 所以 假是上升氣流 以是下沉氣流 你就會了 好再來 再來 再來 因為你知道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知道誰上升誰下沉 你就會知道 誰好天氣誰壞天氣 誰是好天氣誰是壞天氣 因為你曉得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會知道誰上升誰下沉 你就會知道誰是好天氣誰是壞天氣 閃閃 三三 三三 誰好天氣誰壞天氣 啊 以是好天氣假是壞天氣請坐 高氣壓天氣晴朗低氣壓天氣英語 因為上升氣流 氣流上升不容易凝結 也沒有雲所以天氣晴朗 對不起講錯 如果上升氣流會容易凝結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溫度降低容易凝結成雲 有雲就會下雨 所以假是低壓上升氣流 天氣陰雨 而 以呢是高氣壓下沉氣流 越往下溫度越高不容易有雲 所以天氣就晴了 就是因為你看出來誰高壓誰低壓 你就知道誰上升誰下沉你就知道 誰好天氣派人一直都講過了 我畫一張圖問你我以前所學過的所有東西 然後 我還可以問風 我還可以問你風 風怎麼吹 但是這裡我直接報答案 因為康宣滿給的答案有點怪怪 就是他給我們的參考答案怪怪 他說 他說他吹的叫做西南風 他說他吹的叫西南風 因為我猜他覺得這張圖是夏天的圖 所以他就直接說這叫做西南風 可是不太對勁 為什麼不太對勁 因為如果你看等壓線的話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他比較像什麼風 南風 沒有到西南 唯一可以比較像西南怎麼做 從乙去連到台灣 畫個圓做切線 才會比較像西南風 可是正常情況下是 有等壓線應該要先看等壓線 因為風是從壓力來的 而不是去畫圓圈圈 不過他給我的參考答案是給西南風 所以我直接報答案說是西南風 這就是我們考試的題目 我說過了 我到天氣就會再說一遍 我就畫一張天氣圖給你 問你一坨拉圖 我們以前所有學過的事情 你要會認 認高壓 認低壓 知道誰上升 誰下層知道 誰好天氣 誰壞天氣 知道這個點的風向是吹什麼風 老實說了 有等壓線 看等壓線 沒等壓線畫圓圈圈 就是我們要學的事情 OK